爱护溪流,废水要经过处理才能放流 新竹县政府建制了竹东污水下水道 这接管率全镇达到了3成5 每天会处理10500公顿废水 但是这个设施使用了十多年已经老旧了 现在争取到中央2800万的补助 要升级到第三级优化放流的水值 来自下水道的民生污水黄酌伴随着泡沫 全都要经过生物池艳养处理 提升放流水水值 竹东水资源回收中心在中央2800万补助下 将进行设备升级 因应这个新竹县大新竹县 这个和好水联盟的一个诉求 我们要再做更精进的一个放流水的提升 那我们在这个经费的依注下 我们会针对我们的放流水的过滤 再增加它的量能 然后还有设备的一个延寿的部分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针对我们的功能的部分 再去做一个提升 经过处理的污水 在排入溪流能减轻河川负担 也能提供消防救灾与洗劫车用水 公务处统计 101年起至今 竹东污水下水道分支管及用户管 已完成92,770公尺长 接管有12,203户 约占全震的3乘5 每天处理废水1500公噸 放流水量7723公噸 经生物铺器 沉电池故意分离 最后UV杀菌 能净化废水 让每100毫升大肠杆菌 均落数低于20万以下符合规定 但处理设备使用超过10年 县府就争取中央经费 要把系统升级到第三级 优化放流水质 上层的这个处理干净后的污水 经由消毒 我们是用这个UV消毒的方式 来降低水中的含菌量 然后再经由过滤系统 然后排放到我们的河川 那固体的部分 我们会经由我们的这个污泥处理程序 来制成污泥饼 然后委托由这个环保署 和可的这个处理厂 来进行这个焚化处理 最快年底或明年初动工 预计更新沉水搅拌机 带换铺气管线 蒸设出尘池浮渣收集等设备 让废水处理过程能更节能 放流水也能更净化 爱护溪流生态环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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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